空,空,直點 左邊,桿花略蟹 往內擠壓,空,這寫直一點,寫直一點,免得看起來太扁 斜的,刺長橫 鼓,鼓,這兩個點是分離的 下面的皮納,是連在一起的 口,還是保持上寬,下轉,右邊比較低 封好 船,重,腦清 橫花細 鞋扁,把它收緊,收緊 這裡還有一個 這一部分其實有些是省略的 因為原真清有寫,所以我們也要寫 船 筆畫多,上寬,下轉 那注意這些間距 當然這種字會比較偏大 因為本來就是筆畫多就會偏大 這裡可以寫一點,但是 眼神清還是習慣給它寫成那字 短的,短的,長的 只有這個是要壓下來,所以寫得比較重 但是它會收得很快就變尖 短,短,數,短橫 配上一個細長的,有弧度的 漆,漆不要寫太扁 因為它下面的筆畫並不多 點,條,點,平 那這個是 基座寫穩一點,有點弧度 總圓盡知識一定要寫出來 其實短短的竖畫 都還是有圓盡知識 這就是眼神清迷人的地方 雖然不是從頭到尾都中鋒 但是它就是有圓盡的感覺 就是我們要學的魂厚之氣 不是它中鋒異盡就有魂厚之氣 而是它這個字體的寫法 就有魂厚之氣 同樣兩個邊旁,右邊略大沒有關係 但是寫法不要寫到兩個都一致 這樣就會覺得雷同 出到細 細的 聽,聽的筆畫超多的 所以可以寫細一點 這短,短是因為 這裡還有一個竖畫 竖畫後面夠長 是因為這裡還有字 標準的聽是寫成這樣子 講多數法家這裡點挑而已 不一定要把那韌字寫出來 每一個書法家都不同的寫法 聽 聽 聽,如果這樣子 右邊應該佔比較大的空間 到三分之二左右吧 你究竟它比較寬啊 筆畫比較多 聽 或是四步,四步 筆也可以很直 這個可以寫輕也可以寫重 有些筆畫是可以寫輕可以寫重 就看它效果好不好 不要套共是說一定要寫到某個部分 一定要長的什麼樣子 有些筆畫 跟曾經是一個尼爾的說法家 變化多端 或 音 有點弧度 音可以不用寫太大 因為筆畫其實也不多 筆畫不太多 耳機上面可以寫短 可以一樣 上寬下轉 上寬下轉 向中間集中 筆畫可以深長一點 然後 心的話 心的話 右邊的心會拉開 當底座 所以這邊感覺寫得比較開 合部 合部就在三分之一就好了 因為右邊的字 筆畫很多 好 三分之一 然後這邊是三分之二 通常最右邊的筆畫都會最粗 主要是平衡啦 因為右撇子鞋子都會往右上角斜啊 五分之二 肌 五分之二 四次 筆又來了 有一點弧度 不要寫太直 太直 就會變成欧陽旋 圓者常的炎正經的弧度還是比較明顯 所以它會有圓徑的感覺 圓徑感覺剛好跟弧度有關係啦 如果寫的硬硬的就方立嘛 圓密字簿 還是佔三分之一啊 不要超過去了 超過去了沒有空間了 點 顏色線點都不要寫比較直啊 好 下面 注意這個 然後撇 放射狀均間 撇 扇 扇 點 想中間集中 想中間集中 這三橫不用寫太長啊 主要是這裡 還有一個很長的筆畫 這裡可以寫這樣 這樣也可以寫這樣啊 抽到戲 收緊 橫畫 清 清 人真清有寫過啊 不過他寫的有點怪怪的 不過他已經寫過了 我們就照他寫怪怪的樣子來寫啊 首先我們看這一個啊 這個通常都不會凸出去 不過 顏色線點竟然凸出去了 竟然凸出去了 然後這邊應該 應該有勾對不對 顏色線點沒有勾了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勾的 只是因為他 沒有勾 如果有寫過這個字 我們還是可以照他寫過的字來寫 不一定要幫他改 清 池 池 上面 中 但是不要寫太開 寫太開會覺得 頭太大 好 那 池 池 壁 壁的話 一般習慣把 寫成兩邊啊 而不是寫成上下 尤其在古代的法帖 都喜歡寫成 左邊 一組 右邊一組 把那個玉啊 寫在這下面 變成左邊這裡是一組 而不是把玉寫在整個下面 那右邊新的話 稍微降低一點 現在寫是兩橫 而古代寫都是三橫 出到西 壁 飛 同樣是 方位角度不要寫壓 右邊會比較長 略往上 抬 略往下 抬 略往下 壓 寶 寶是寶頭 寶蓋頭比較大 然後 中間是 玉 它這個寶也是寫現代的標準字 在那個唐草很少人會寫成 右邊很少人會寫成佛 比較少啊 這算是現代的標準字 以前習慣寫成 另外一種方式 撇 寶太大了 點 往旁邊點一下 寸 寸 寸 點 點通常都是略偏上啦 不會剛好在這兩個間隔的中間 音 音 耳朵旁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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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寫那種QQ的樣子 不過它的旁邊右邊的音啊 跟唐草人寫的不太一樣 唐草人寫鐵寫字 它這個字 比較少人會這樣寫 金 金到這裡 下面是 雲 然後這個要寫緊一點啊 上面空隙窄一點點再壓下來 是 是 難得它把上面是寫成日 因為很多日啊 在上面日的部分啊 因為有時候寫扁就變於月 是是難得了 來 扁挺進 納 送出 是 近 近 上面寫短 口 張開 拉緊 扁平的 一點點 稍微降低 拉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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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扁 所以這裡不能太長啦 扁 進 臨 勢 扁平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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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